好 那麼TPS出了一個民調 立法委員選舉 民進黨賴品宇現任 國民黨廖先祥 誰會贏 你要投誰 47%要投廖先祥 廖先祥現在是議員 新北的議員 賴品宇是現任的立法委員 但是因為被講成什麼 雲爆小公主什麼 我想多少對形象會有影響 另外賴品宇說 本土陣營年輕面孔被抹黑摧毀 再講他自己 他是年輕本土陣營 這種手段會被社會唾棄 既然會被社會唾棄 他說你們這個計劃一定會失敗 一定會被社會唾棄 那就不用緊張了 但是民調顯示好像不是這樣 柯文哲再打光電議題 說台南從盧渣案 政府議長 匯選案 光電案 八八槍擊案 貪污喝花酒 黑影床床 新潮流不倒 台灣不會好 賴品宇就說民眾黨因為出事了 所以就用我來轉移目標 用光電來轉移目標 國民黨 那麼他就說為什麼不去想 高宏安的問題 哪有甘政問題 柯文哲會說不講他講我等等 另外之前陳凱玲貪污案被判八年 認為他逃亡可能性很高 所以法官再壓他兩個月 因為這個前台南市 金發局長陳凱玲 然後被判八年 積壓即將期滿 因為他還在一審 但是還在積壓當中 所以現在這個 再給他 從9月20號開始 再延長積壓兩個月 就怕他逃亡 怕他跑掉了 到底怎麼回事 這個我們看一下 我們先看正前方好不好 太陽化世代要參選立委的 椅子排開聯合競選 其中包含民進黨立委賴品瑜 這可是他跌倒風波後 第一個公開行程 你為什麼要推我 就是這段畫面當時引起熱議 但會這樣也是因為賴品瑜爸爸賴靖玲 擔任雲爆能源董事長 勇十八間子公司 騷擲儀是綠能大亨轉綠能財 連帶賴品瑜也被戲稱綠能小公主 即便賴靖玲辭去董做職務 在野黨繼續打 這是不是也反映在數字上 TVBS最新民調新北第十二選區立委支持度 國民黨廖先祥百分之四十七 大幅領先賴品瑜百分之十六 就連年輕選民中廖先祥獲得半數以上選民支持 賴品瑜則是約百分之二十五 中立選民來說廖先祥百分之四十一 賴品瑜百分之二十二 柯文哲的話更加碼 把矛頭指向賴秦德 柯文哲一路以來 只要有民眾黨的問題被提問 他想要轉移目標 他就會拋出綠能來說 但是事實上我們也可以看到 一個多月過去了 他提不出任何的不法施政 他就是只能用這種不斷 不知所云的抹黑 去逃避 移轉回答自己黨內的問題 那難道杜子群 郭台強 也都是民進黨 也都是新潮流的人嗎 雲爆能源從綠能財 到立委跌倒案 時隔兩週賴品瑜依舊話題十足 賴慧翰 怎麼看 剛剛我們先講賴品瑜的那個民調 因為我剛剛還在跟大佬 還有這個兩個在討論 因為兩個民調 一個是高嘉瑜 一個是賴品瑜 兩份TV在有做立委的民調 他們兩個都大輸 輸非常多 因為你看剛剛賴品瑜 跟這個廖先祥 以全國知名度來講 因為雲爆小公主這個稱號 也因為新潮流的仇恨值 賴品瑜的全國知名度 我想可能比廖先祥高 那廖先祥是新北市的議員 高多了 但是 我要講但是 廖先祥在戲指地方 他是在地的議員 他有他的實力 在那個選區戲指票是很重要的 對 所以這個民調 以這個民調來看的話 非常強 對 基層非常非常強 如果以這個民調來看 對 非常強 基本上就是已經 賴品瑜基本上不可能 不太可能逆轉了 但這其就照民調來看 可是我現在要補充說我的看法 因為最後還是會跟總統會合在一起 那如果賴清德 他能夠開到40到43%以上的話 賴品瑜可能也沒有差距這麼大 我們再看最後的結果 包含大家做民調的時候 是不是最近的民調 齊俊有一種氣氛感 對民進黨非常的討厭 像像陳凱琳 這個龍凱哈哥坐在這邊最明顯 陳凱琳我還記得 謝龍介在質詢他的時候 他還告謝龍介 就現在關起來 就他可以就是爭著點說假話 跟大家講他沒有 可是事實上他是有的 龍介 光電你雲爆小公主 你從第一時間出來否認以後 你還嗆賭 到處嗆賭 賴靖林我那時候跟你說 我曾經講過說 盧竹溝那個是雲爆的 那我後來我道歉 就是說那不是他做的 但是他們在台南說 做一定說算多少 好 那就看到這個局長 這個局長 他被收押兩個月再零兩個月 那是檢調檢察官的部分 起訴以後 法官第一次延押了三個月 好 那再加兩個月 就7月20到的時候 他一直認罪 他用認罪來喚起交保 結果法官再押兩個月 要到9月20號 那9月20號 他一省兩個禮拜前判了 判他8年 那所有法界的朋友 跟台南政壇 大家都說這樣 九月二早告他告報 我說他不會告報 再延押兩個月 不會告報 今天加他們加了兩個月 為什麼不會告報 講他逃亡可能性性高 那個假的 法官很厲害 為什麼 因為搜索他的時候 不但什麼信招待 什麼充氣娃娃那些影片 還有你看惡指到你 人家性招待你 還要把你錄影 為什麼 就是整個過程 你都是在歐龍誰的 好 檢調從他的辦公室 跟家裡面收去的手機 跟那個裡面的通訊 他被判8年 一件光電都沒有 跟光電無色 但他金手的光電五六百件 在他手上通過的 以前一個月兩件 三件 他一上來搞一個聯合審查 大塊土地切成一二十個案 然後一次一個月通過二十幾件 二十幾件 在他手上就是這麼搞 所以搞到最後 為什麼法官會再繼續延壓 因為檢察官一定有 之前有 就我還有另案在辦 後面會不會弄到雲爆 大家不知道 來 老師 我覺得雲爆案到現在 還沒有一個了結 那它的荒唐的地方 就是說有十九家分子公司 然後就是說大概好處都是 你們這個派系拿的 那平安一講賴品瑜 有必要受到這麼大的牽連 不一定 但是他當被指責的時候 我覺得他回憶不好 還有他現在 又把他的民調下來 又拉東拉西 因為這是學運青年 所特有的品牌 來 各位 我上次反送中年輕票一面的 賴品瑜只贏2700票 李永平跟我講的 李永平輸他2700 李永平說這幾年來 他幾乎都沒有在跑機場